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燕 在繁花播出之前 唐燕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一直都是傻白甜 2018年结婚之后 他更是把重心放到了家庭上 除了2019年播出了一部剧外 五年没有新作品 偶尔露面 就是走走红毯 在这期间 还发生了著名的红毯悲剧事件 2023年3月的微博之夜 唐燕作为领奖嘉宾被挡在门外 盛庄出席却连场馆都没进去 这说出去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更有人因此唱衰唐燕 说他已经在八十五花中掉队了 甚至连粉丝也开始催促唐燕 赶快开始搞事业 要知道 唐燕在没结婚之前 暴剧频出 仙剑中的子萱 美艳动人 一见雾中身 下家三千斤中的下家小女儿 俏皮灵动 爱情睡醒了中的刘小辈 倔强又善良 和一生肖莫中的赵莫生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观众在中刷这部剧 原本是手握多部大报剧的流量小花 一结婚就消失 确实不能怪粉丝心急 不过繁花一波 所有质疑声都消失了 甚至连导演王家卫都评价她就是汪小姐本人 被冤枉时的委屈和不甘 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母力为自己澄清 汪小姐能力出众 敢爱敢恨 凭借这部剧 唐燕就能继续稳当地坐在八十五花的宝座上了 刘诗诗 刘诗诗的静语和唐燕很像 都是结婚前事业蒸蒸日上 但结婚之后似乎就半饮退了 2023年 刘诗诗终于有新剧播出了 时隔多年 她再次回归古装剧 观众纷纷喊话 天选古装人回来了 刘诗诗从小学习舞蹈 姨太端正 非常适合养古装 但剧播了之后 风评却急转直下 首先一直被夸赞的姨太 竟成了被诟病的地方 她在剧中的打戏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但除此以外 女主过于端正的姨太就显得格格不入 即使身受重伤 脸色煞白 姨太仍旧是端端正正 手拿利剑 腰板也直直地挺着 手臂端着 过于端正的姨太 在此处就显得太不端正了 除了姨太以外 被吐槽的还有佩音 按理来说 佩音也是演员能力的一个表现 但被称为天选古装人的刘诗诗 古装剧的原生率竟是0% 实在让人无语 其中合作最多的配音演员是杨梦露 甚至有观众称刘诗诗是杨梦露的脸体 和唐嫣不同的是 刘诗诗并没有凭借新剧扭转口碑 不过 现在刘诗诗的重心也不在演戏上 和吴奇隆结婚之后 夫妻俩在投资上赚的钱比演戏要多上许多 现在刘诗诗旗下的相关企业就有13家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有5家 这是妥妥的富婆 就算不演戏也能潇洒生活了 赵丽颖 赵丽颖是85花最励志的存在 出身普通 从配角做起 一步步成为现在的大女主 2013年的陆珍传奇 她在里面饰演游泳游魔的女像陆珍 从这个角色起 她一炮而红 从此走上了大女主之路 论大爆作品 赵丽颖不输任何人 难得的是 她在各种类型作品中 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古装励志剧陆珍传奇楚桥传 仙霞剧花千古 玄幻剧青云志 社会家庭剧知否 民国悬疑剧老酒门 现代爱情剧 珊珊来了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当别的85花还在偶像剧中打转时 她早已换了赛道 在正剧中乘风破浪 2022年 她在幸福到万家中 一改往日偶像剧女主的形象 被深勤劳坚韧的和幸福 童年 在风吹半夏中 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披荆斩棘的商业女强人许半夏 赵丽颖的特别之处 就在于她特有的坚韧 别人说圆脸不行 她永远只能做配角 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功极深85花行列 甚至一度风头无两 稳居榜首 离婚之后 更见风韵 眼神临少了一份温柔 多了几分灵力 但野心本身并没有错 现在的她已经成为和宋传媒的合伙人 和李彬彬携手搭搭 相信未来的资源只会越来越好 除此之外 她在2016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暴风科技的股东 并在同年11月成为了科技副总裁 现在的赵丽颖 早已不再是河北农村的平凡小女孩 要作品有作品 要颜值有颜值 路人员越来越好 她也是四大八十五花中 唯一获得过电视剧三大奖箱提名的一个 相信赵丽颖离拿奖也不远了 在八十五花的行列中 赵丽颖的位置难以撼动 杨幂 从小出道的杨幂 对于圈内的规则再熟悉不过 2008年 她在《仙剑三》中 一人分尸两奖 一边是俏皮活泡的唐家大小姐雪剑 一边是痴情温满的神女夕阳 角色性格截然不同 但杨幂的演绎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这部剧 她开始被观众记住 资源也一步步变好 第二年 在《美人心记》中 她饰演了冷艳的角色《美人》 2011年 她演的《公所心域》 一度成为那于川月剧的开端 这部剧在播出期间一直是收视率第一 2012年 《小时代》系列更是火得一滩糊涂 名气水涨船高 在第二年她就与欢瑞亲约了 2014年的《古剑奇谈》 更是现象级暴剧 杨幂逐渐成了流量的代表人物 有她的剧 收视率都不会太差 2015年 她与另外两人成立了家行传媒 为了拿到投资 她签下对赌协议 三年赚过3.1亿 自此 杨幂的受苦之路就开始了 为了赚钱 她几乎是来者不去 只要有戏找她 她就拍 主打一个走量不走制 她也因此有了拼命三娘的称号 三年之后 钱是赚够了 但她却失去了友情 2017年的大爆剧《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杨幂带着家行的一众新人 突出重围 杨幂本人也有了新的代表作 但这个IP在电视剧播出之前 电影版已经拍好了 电影版的白浅是刘亦飞饰演的 而杨幂和刘亦飞是多年好友 在拍这部剧之前 杨幂每年都为刘亦飞庆生 从未屈喜 但因为这个角色 两人的感情已经不似从前 自2017年之后 杨幂就再也没有公开给刘亦飞庆祝生日了 当初 杨幂的白浅播出在前 刘亦飞的白浅播出之后 受到群嘲 两人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友情破碎 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和刘侃薇的感情让杨幂身心俱疲 不过离婚之后的杨幂 已经涅槃重生 现在她的状态 甚至比离婚前更加动人 每次出席活动 造型状态都能让人眼前一浪 这哪里像年纪四十的状态 现在的杨幂 商业价值在整个内域都名列前茅 她不缺热度 不缺流浪 最缺的是优质的作品 杨幂最大的问题在于 角色的同质化 年纪四十 还在偶像剧中打转 合作的大多是流量小鲜肉 从黄紫涛到徐凯 几乎没什么新意 不过2023年 她已经与家行解约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现在 她也从一颗棋子 变成了直棋者 想必也很难被踢出八十五花的行列 辛直磊 要说繁花最大的受益者 那非辛直磊莫属 自出道以来 她并没有演过太出圈的角色 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还是如意传中的金语言 那已经是五年前的角色了 因为她的长相 并不算惊艳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她竞争优势不足 不算白细的皮肤 加上突出的厚嘴唇 实在算不上美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谢谢观看 van毒